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经济复苏道路漫长 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需要进一步的财政支持 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 他和白宫仍在寻求与国会两党就新一轮刺激方案达成协议 焦点个股方面 周二盘后特斯拉召开了股东大会和电池日活动 马斯克在活动上发布了全新的4680型电池新 功率是此前电池新的6倍 能量是此前电池新的5倍 续航里程增加16% 尽管众多参数令人激动 但是由于没有提及市场普遍预期的百万英里电池 并且所有产品都不会在2022年之前量产 投资者感到失望 特斯拉股价在发布会后一度下跌7% 股价跌至400美元下方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